來到這個貝山麵海的好地方 家居設計當然要用簡約風格 這樣才可以保存清優雅禮的效果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這個 由EC House成功配對的浪翠員三房單位 它有653尺 大家一起跟進去吧 啊 裝修遇到這些問題? 不用怕 馬上來EC House查詢配對場景吧 一進來大門口 好 整個感覺非常光猛和寬敞 它主要用了一些淺灰色和淺木色做設計 看上去很柔和 可以減低壓迫感 而這個櫃也採用了一個到頂的設計 簡直是用盡每一吋的收納空間 燈光方面 除了主燈之外 淺灰色組合櫃上面 還有兩盞細細的射燈 突出組合櫃上面的擺設和用具 上面還有LED燈燈 可以增加整個客廳的層次 補足光線之餘 還配合一個簡約的風格 這裡還有一個小型的長身組合藝櫃 它的旁邊還像有一間高身儲物空間 沒有用櫃門 可以方便主人放置客人的杯 或者其他方便取用的物品 整個設計都很窩心 這個長身用了一個顏色掠心的灰色雲石紋 配合一個淺色的組合櫃 更顯高貴優雅之餘 有不失的層次感 至於廚房這裡 設計師很用心地設計了一個廚上櫃和廚下櫃 這個廚房將客廳、飯廳、廚房連成一體 整個看起來更闊落 採光度都大大提升 還有特別值得提的 是用了這個玫瑰金的手柄 這個手柄是用了很多心機去找回來的 是否令整個感覺更加高級呢 來到洗手間這邊 設計師設計了很多正方形的元素 令到它的感覺更靈覺、分明、充滿現代感 還有這道門 簡單的兩條條文設計都已經充滿著現代感 而另一個洗手間的設計和上一個洗手間差不多 同樣地是用了一些鏡櫃和正方形的元素去處理 值得提的是 它的牆身、櫃面 全部都是呼應客廳的設計 來到客房這裡 設計師專程做了一個近乎到頂的近場櫃 它是完全可以收納到很多很多東西的 而且它的顏色色面 這裡是蒸白色 這裡是深一點的灰色 令到整件事很有層次感 而來到客房的另一邊 設計師就做了一個同樣在近乎到頂的展示櫃 可以展示戶主身外的模型和書籍 還有啊 這裡是下一張床來的 這裡的儲物空間 就用了一個無印封的長紅玻璃門去做 這個長紅玻璃門一來可以保持到一個採光度 另一方面它還可以保存到私隱度 睡房以一張大床為主 旁邊還有兩個小型的床頭櫃 一邊可以給女戶主放置物品 另一邊就可以給男戶主放置物品 小櫃櫃以深灰色的玻璃面設計 略有反射的效果之餘 亦都令到整個空間沒有那麼單調 簡約的設計風格 是不是退休的最佳選擇呢? 如果想看更多設計案例 就記得按進去Easy House的網站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有啊 按旁邊的小鈴 有什麼新影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Easy House會因應你的預算 以及你的設計風格 去配對三間適合你的裝修或設計公司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 當你選好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齊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 House 贏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以及我們Easy House 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在牆上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使用? 塞了嗎? 糟糕 嘩! 瓷盆的玻璃膠發霧 怎麼辦? 宇宙 仲廣的玻璃膠發霧 當然 在哪裏 是 的 那裏 我們 沒有 我 稍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